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专业化妆师 或者专业博主化出来妆 就可以持妆一整天 自己化出来妆 就会变色颁补 然后直接脱妆到没有 咱们普通人又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也没有那一双化了十几年的老手 但今天想分享一个 就连化妆小白都可以学会的 有效化妆加持色持妆完美公式 你们要看的面试妆来了 规矩三个一头刷起来 带着服务力和价值百万的小技巧来咯 但是很多人会叠加不同的妆前 老师一个填毛孔一个 然后其实并不相容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 卡粉脱妆和整个底妆一块掉的这个现象 对于护肤防晒打底 都是妆前的重要步骤 缺一不可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超多说法不对 或者产品没有那么相容 会导致你的这个步骤 容易粘腻结块 还可以试下我很喜欢这个 直村秀的水润隔离小吸管 羞涩隔离防晒三合一 我最推进的用法 就是你用刷子去上 会更加的服贴薄臭 而且用刷子 你可以很好的做一点提拉的动作 不能够更加的上提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微粘的感觉 而且它防晒指数也超给力 抗老美白第一步 一定一定 要从防晒开始 这步千万不要漏掉了 很多姐妹呢 因为担心自己底妆 过了三小时之后 暗沉就会选择比较偏白的色号 脸上就一顿瞎拍 经典的暗谈飞啊 皮肤这乍一眼看 白是白了 亮是亮了 但是你看看 明明因为这么多的粉底液的亮 瑕疵并没有遮住 脸又有纹理的地方 可以看到明显呢 是有不均匀的成分在的 面试有少妆容 选粉底有三大宗旨 不氧化 不暗沉 自然色号 像这个直存秀 持色小方瓶粉底液 里面有抗氧化的大米精确成分 和能够快速成膜的微网科技 用这种不脱妆 不暗沉的小方瓶 你就可以完全选择 你脖子和耳朵 夹在一起平均的颜色 真的是到天黑 我的底妆都不会黑啊 你全天拜年也好 面试也好 可以让你的颜值气色 一直持妆再显 我选择的是比较偏黄二白的 带黄调偏暖一点的这个颜色 油脱粉底 自然的在脸上均匀摊开 这粉底的质地真的很细腻 搭配上直存秀的55号粉底刷 上妆轻盈如狠 第二次 会用更加少量的粉底液 开下耳朵 它直径面积很大 又有近20万根的刷毛 非常细密排列组成 上妆的时候非常快速 而且不吃粉 不浪费 这样看起来 整个这边脸的底中 是更加有质感的 没有这边一个比较油亮 比较假白的感觉 定妆这边 不要用变成惨白的厚重三分 刷的时候 也不要就随便乱刷 定完会让你的脸 看起来像异计一样的惨白 真正的有效定妆 可以起到两个作用 第一是把你的妆容牢牢地定住 让你的底妆融合成一体 第二个 定妆可以是一个提亮 让你的骨香更加分明的一个小技巧 直存秀的断光定妆粉饼 真的是超级的漂亮 它是定妆补妆二合一 而且这个丝毫是专门设计的 很适合亚洲人的色号 八字取粉量真的是要多 眼皮用滚压的方式 将这个散粉压进你的毛孔 额头中间 嘴角本身有色差的地方 然后鼻背勾 人工外扩像我样的人 我会在这下面 做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提亮 可以让你的线条 看起来更加的流畅 其他地方呢 就是用少量的鱼粉 再清扫一下 是不是这边有很漂亮的 高级断光的效果 这边就是比较假面 比较死白的 实际上遮瑕 并没有遮得很好 亮晶晶的底色 看绝大部分人 其实都控制不好眼颈下肢的亮 把眼睛画得 变成一个下垂眼 然后把眼线拉老长 眼影跟眼线分层 上下眼影完全没有任何的衔接 颜色选择上的就很重要 我建议大家去选择 这种比较偏暖的 以修容感为重的 第一步柔和打底 后盖半圆形 你可以往上提拉一点点 不要超过咱们鼻翼眼角 想象中美尾的这条黄金线 上到你的眉毛 一厘米左右的地方 这颜色可以让你的眼光轮廓更加明显 一直用小打圈的方式 这样会让你装面干净 然后衔接到后面 同样的颜色 下眼整个范围要带一下 可以把你要的轮廓色和你的打底色混合一下 从眼睛最鼓的地方下手 从后往前 打圈依然 因为还是有一个上提的过程 为了让眼线不是像这样的断层 我们可以先用眼影来画眼线 不要贴紧你的眼睛这个位置 反而是稍微提高那么一毫米 它会显得你这个眼睛更加上扬 有精气神 先画眼尾再画眼头 中间的部分用鱼粉带过 外眼线同样 先画眼尾再画眼头 让你的下眼更加的深邃 大家非常喜欢的暖棕色来画 眉毛和你头发颜色完全不笔的颜色 眉头呢就相应的甜色 这就是大街上面我最常见到的一种眉毛 你的瞳孔的颜色和你的碾线的颜色和你头发颜色 一定要跟你的眉毛所想匹配 像我现在整个是偏冷色的 我的眉毛也要稍微偏灰宗 所以我选择了02号色的砍刀 我选择一个02号色的削尖的眉笔 都准备性眉峰应该在这个位置 然后眉尾根据我们画好的眼线和笔梁 这个第一笔呢用眉峰去连你的眉尾 顺着毛流的方向去填空隙 把眼前后面这半截的眉底线稍微的画一下 眉头顺着毛流的方向斜上画 有尖的笔触我们来把眉峰给突出一下 大家这里不用多刷 就不要涂这种面若桃花 让你剪得特别粉嫩的腮红 面是绝对不ok 像这种比较低调内敛的 哑光收缩感腮红是可以的 收容方式去扫这个腮红 是苹果机提起来 我们的荧光色 眉红色 大红色 紫红色 这颜色通通都抛开 这个示范用的是这支七八二 然后淡一点点的 这个唇角的地方是精致而清晰的 现在距离上底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氧化和暗沉 这边已经开始慢慢暗沉了 照顺着妆容之后 加一层定妆喷雾 可以让我们的全妆减少粉感 让整个底妆更加的平滑 中文里面的高保湿沉默剂 也可以快速在脸上形成一个膜 减少空气和妆容之前 接触让整个妆容牢牢的扒在脸上 让持妆时间更更加延长 还可以有效的减少你的补妆次数 而这个喷雾喷头出来的水雾 非常的稀奇 不会破整个妆容 也不会有那种水龙头喷脸打脸的感觉 刚刚已经完成了一个小时打卡 接下来呢我会继续持续我作为美妆博主的每天的工作 每隔几个小时会过来给大家做一下打卡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持妆效果如何 妆没有脱色没有暗沉没有斑驳的现象 颜色也是跟我的自然肤色非常的匹配 刚拍完的竖板现在想要就是为我明后两天一个视频 顾一下节目 来我先去把假发带上哦 我觉得还蛮满意的 可以可以可以 看一下我这个逼妆 其实持妆效果是很好的 而且没有脱色也没有暗沉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真的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真的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刚刚吃了一顿月亮丰富的电钢餐 大家看一下这个脸的细节部分 应该说是完全没有脱妆 然后没有褪色的一个情况 脸的肤色很均匀 我回到家啦 今天是周日 所以我要偷懒 看剧 我还这么想的 还说说这件事 我看不上啊 真好看 最后一次打卡 现在是手机拍的 我凑近一点点看 细节部分非常的OK 全天没有补过妆 然后瑕疵就得很好 整天没有我任何的褪色暗沉的现象 是不是真的很OK 谢谢我的老妹们朋友 我度过今天这一天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